以佛祖 来自玻璃市大约40位志工 租巴士到会场 遇到堵车还是顺利抵达 共同欢庆国战节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久都没有回家了 所以乘坐这次的三节 所以又回家 这几天我们这里是好像是在雨季 还好今天就是刚刚好了 最后的一个时刻 原来毛毛雨也是下 但是还好就是刚好我被警戒死了 每个人把顺面化作行动 如同黑门家 每一天都有做一点点三四 做东西都是要先赶的 为了成就这次育佛典礼 志工和志工协力付出 以大自然的素材做布置 今年的主题是造香 所以它开起来是一片亮 一片光亮 志工用斑兰叶制作玫瑰 加上香蕉叶来布置 你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那个花 那个要供供果的那个香草花 志工戴手套在玉兰花上铺纸巾 保持水分和新鲜度 另外一群志工则到池塘采莲花 早上我就去制作开销的池塘 我去采采了 台湾有三桶 机动组志工分工合作 共同成就装团的玉佛典礼 大爱新闻 知识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